今天是六四天安门事件28周年 香港民众齐聚委员举行烛光悼念晚会 而一年前由成都维权人士 浮海陆等人酿制的纪念酒 也在六四28周年前夕 环绕世界一周 抵达了香港来祭奠英灵 下面我们就立刻和1989 香港学联秘书长陶军行 进行电话连线 请他来谈一谈这瓶酒的意义 陶先生您好 你好 你好陶先生 那我们知道您从美国 将这一瓶六四纪念酒带到了香港 那么今晚您也在这个维员纪念 六四道念晚会的现场 谈一谈这趟旅行 还有这瓶酒的意义好吗 好啊 这瓶酒就是走 网友全球差不多一周 才一个月的时间来到香港 就是表示 中国的民主是有点困难的 一个漫长的道路 好的那么我们也知道说这瓶酒它有独特的意义 而这瓶酒酿制的人居然在中国会被起诉以这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所以这件事情本身啊就应起大家的这个注意 跟我们多谈一谈这瓶酒啊 他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联想和意义好吗 还有他目前在香港的一个情况是不是正在展出或今晚可能会成为一个纪念晚会的一个焦点呢 曹先生 对 杰平酒现在在廖室的体验馆 就玩有全球一个圈围到香港 但是其实它是一个相信的意义 就表示 中国人民还没有忘记料事的逃城 但最后的结果就是 虽然表达这个意见 也给中共抓了 还有起诉这个 国家安全罪的问题 就是颠覆国家政权 你看到中共的面对不同的意见 特别就是料事的问题的时候 就是很害怕 很近方 好的另外呢我们也提到 这时候我们也会继续谈着有关于 战动颠覆国家政权方面的一些讨论 请两位来宾 不过我想继续请教陶军群 您现在人也在这个香港维员 到年六四晚会的一个现场 我们知道这个维员坚持了28年 虽然现在有很多香港的年轻人说 不需要再纪念六四了 但是还是坚持了28年 您认为这个香港坚持纪念六四 对于香港未来的政治前途 有什么意义呢 郝先生 因为我们相信中国没有民主 香港民主的前途就是很困难的 我们也看到 比如说14年的时候我们的雨上占动 虽然我们在香港抗争了79天 但是一天中国没有民主的话 我们香港的民主要没有好的下场 所以我相信香港 虽然我们很多人都不同意 但是事实上它是中国一部分 中国有民主 香港的民主的前途才有希望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1989 香港学联秘书长陶军行 在六四28周年纪念活动的现场 接受美国之音海峡论坛的访问 感谢陶先生 先看看 谢谢 谢谢 BLAC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